HELLO,大家好,我是Picor Airsoft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個特別的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就是3FC的G42 當時Umaris還沒買Glock的 license 所以3FC的Glock全部都在G的名字 包裝就不可以有任何字眼,就像哈利波特書那樣的包裝 這支槍其實我是二手買回來的 當時它連長短夾加上Holstar就賣700多元 還有它自己貼了這支SARS的Grip SARS的Grip原本都有的 因為這些粒度位貼得不太好,就經常掉了 所以我又剁斷了它 其實這支槍如果是短夾就不太好拿 所以我一般都會用長夾 因為它的真槍是SINGLE STACK 其實手手蠻好拿的 這支槍對我來說,手槍是很背景的 因為我會帶長火,就算是CQB也會帶長火 我每次都帶手槍去,但每次一槍都沒有開過 因為通常在外面,大家射的距離距離 你射到彈槍沒有彈,我寧願射到長火和搏 都不會拔手槍出來 唯一拔手槍是10-8米距離 去到沒有彈才會拔手槍 通常個人打遊戲的風格或早死 通常我20-30米已經被人解釋了 所以我用手槍的機率是很低的 但如果不帶手槍,就好像不太安全 所以我都想要整支手槍 這支手槍我覺得打CQB來說是非常好的 第一,它很小,很輕 它的力度是0.6J左右 我之前打外面,因為我沒有帶點熱珠 我用0.3J的話,我把HUB較到最高 打出來只有0.4 0.4有多遠呢?大家看看影片吧 靜望藍絲油通大約50米左右 但不要說了,0.4J去不到 0.4J去到大約15-20米左右 但我未隔開之前,就更慘 短到5-10米左右 即是我的柯尼也弄了它 當日溫度有32度左右 大概14顆左右 如果15顆就比較頂的 但每天都比較熱 有些人權槍都有些問題 有些師兄看到我的小槍可以清除甲 都覺得很出奇 我也覺得都可以的 雖然它的槍小 但是它的後座力 都可以接受 賣家聲聲沒有下場 一開始買回來 這些位置就沒那麼多 當然我帶它去Oldora遊戲 給師兄試一下 都打了10-8甲 這個長盒和短夾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短夾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拆一塊片出來 裝了一個長一點的Binkie Rest 即是長一點的Extension 其實對它的容量來說沒有分別 都是14顆左右 但是有一樣東西我覺得 入彈的那一刻 有點卡 如果可以直下 是有些東西卡住的 那你要這樣斜進去 就比較好些 如果直到頭 就會卡住 是唯一這件東西 但是 對於我來說 我這個後座力 是不會 不會帶多個彈夾上場的 那我應該就只帶這支 加上Hoster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架HOP也是一樣 和其他Glock一樣 拉住 出來之後 就這個卵要架HOP 這條管 我想兩三寸長 所以就是0.6J 0.6J 0.6J 如果打CQB 我覺得都不為太 踩都可以接受 另外一件事 我發覺就是 拆了之後 那個飛機 呢 應該有些位置卡一卡 就去不到最後 不過是影響不到發射 我不知道是新槍的感到 還是 另外一件事 就是Trigger 正常是 打不到出來 正常是開槍之後 它就突出 開完槍之後 正常是不回到前 但這個就拆到了 問題也不大 你拆了之後 按 它的HAMR 是沒有拉到後 所以都射不到 現在就射幾槍給大家看看 這個 我挺喜歡的 在這個位置 因為在下面 如果安裝任何 BASS PLAY 就有機會妨礙 插槍位 還有 進去之後 看下去 就不太漂亮 所以 那 就是 事件槍 其實它 都很聰明 不是說 想像中 雖然這槍是小小的 雖然這槍是小小的 不過 快扣就難一點 有個Trigger 始終都是 好像 回得不太快 那 但是 如果十幾槍 等後備 的話 我都可以的 剛剛打了 都過了十四槍 那 就仍然 所以 其實 器量都可以的 剛剛打了一槍 給大家看 那 那 家裏只有5米 那 其實5米 代表不到什麼 距離都算短 但是 就 多數手指功到 那 那 都好過沒有 看看 那麼短 那麼短的槍管 都算是這樣的 那 這就是 Philips的G4A2